万万没有想到艺术突然以一种我们都能看懂的方式钻进了脑子 12月8号网红达人何老师在发呆 因为解读艺术的方式太过于惊艳而走红网络 看他的视频前 1912年下楼梯的女人 这画的是个啥呀 看他的视频以后 原来还可以把事物的时间轨道记录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于是我们读懂了范高 看他的视频前不就是画了历史上第一只正面的甲吗 看他的视频以后 原来埃及正面率被打破以后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于是我们知道了莫娜丽莎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名画 看他的视频前 1100年前的韩系在夜宴图 为啥艺术地位如此之高 看他的视频以后 原来可以用屏风分割不同的时间 古人早已经知道了怎么表现思维 于是我们明白了艺术如何拥抱时间 不少网友惊叹连连 这可真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艺术品鉴 怎么有一种把细糠打成汁给我们喝了的感觉 以前一直不明白艺术的意义 现在好像知道了 咱们就说人类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 和灵光炸现实的天赋 真的是AI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啊